6月26日,台湾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2018年度十大专辑继单曲颁奖典礼在台北举行 蔡依林、陈一迅、爱依良拿下最佳专辑单曲双料 评审团从2018年每个月发行的作品进行初选 再选出当季推荐的优秀专辑与单曲 最后却选出年度十大专辑与单曲 歌曲入选了年度十大歌曲的卢广仲表示 我觉得人生中可以有得到知音的感觉是非常欢喜的 所以今天很开心 6月29日,第三十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将在台北小巨蛋举行 不少当天获奖的歌手也入围了金曲奖的评选 谭吉是否期待拿奖,歌手孙盛希说 女歌手跟专辑奖我都真的很想拿 但是不拿也没关系,就是之后继续加油也是个更大的动力 曾担任过金曲奖评审的许如云 也凭借歌曲入选了2018年度十大单曲 她说入围金曲奖已经是件很难的事 入围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自己担任过评审 所以其实我觉得能够入围就非常非常不容易 所以对我来讲,我视入围就像得奖一样的感觉 据了解,年度十大专辑继十大单曲已迈入第二十二个年头 2018年度十大专辑继单曲名单 会计划与乐坛老中青三代音乐人齐聚一堂 哦 谢谢观看